业副次长 李董事长 朱董事长 然后两位局长 赵老师 副校长 董事 然后在座的各位嘉宾 大家好 我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在无缘帮赵老师策划这个展览 那在跟赵老师商量之前 我有一个 我自己做了很多的功课 就是了解赵老师的创作历程 来自于他的这个学术 一直到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生活的过程 那我们就 后来我就很大感的找到了一个主题切入 那这个主题是我们今天展览的这个主题叫蒙德福恩 蒙德福恩是大概可以提炼赵老师的两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他的个人的 我们刚刚不断看到他的这个中心的思想跟信仰 那第二个呢 他事实上就传导到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书画艺术上面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正好一个是文化方面的一个是关于他自己生命历程方面 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这四个字是赵老师亲笔的字 然后我也是从他自己写的这一个对联当中提炼出来这个四个字 然后我们就凝聚了这一次的这个主题 那过去赵老师其实有很多的展览 参与了非常多的展览 你看我们海洋大学还帮他办过这个各展 然后在中央大学也办过各展 那我考察了一下后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展览要做的更特别 尤其是在吴源这个场地 我对吴源这个场地非常喜爱 而且我对台南一点都不陌生 所以我几乎每年都帮我的台南做一个展览 那我就根据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场的特性 打破了过去帮这个书画家做展览的这样子的一个 用时间轴牌的一个惯性 然后我就凝聚了四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目者印记 这个开篇就能够体现出赵老师的这个中心思想 然后第二个呢叫四时夹性 我们看根据那个四季变化当中 赵老师在书画表现上面的一些这个 各种用不同的题材来做一些表现 那第三个叫做素席俗仪 素席俗仪这个单元其实就很特别 因为赵老师刚开始学画的时候就是画士女画 也是工笔的士女画 然后跟我们台湾很有名的这个大师 在学习这个士女工笔 那工笔士女事实上能够体现出很精细 刚刚赵老师讲的 每天大家早上练十五分钟 左边画圆圈 我告诉各位很难 很难 你不要觉得很容易 因为我自己是美术系出身的 我很清楚 非常困难 你大概有个 有个几天你忽略的话 你大概就拉不出 今天你在会场上看到赵老师勾勒的 那么纤细的工笔画的那种线条了 有一幅那个赵勋出赛图 我想特别介绍 等一下会各位做一个导览 大家可以特别近观远观 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画面里面的意境 然后第四个单元 我们叫做知足寂情 那表现出赵老师利用他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主题来展现出他自己个人的情怀 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赵勁 赵勁 从选件上面 因为赵老师的作品非常非常多 一开始的时候 赵老师本来希望能够有百幅的作品 后来我们就说 这个空间上面 要容纳的话 会变得很局促 所以我们就精选了大概五十件左右 一天还剪了一半 那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 我的筛选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赵老师有他自己很清楚的一个师承的关系 在跟几位我们国内的书画名师学习的过程 还有他效法古人的 效法古人的尤其是明代清代的一些大家 比如说像有沈舟的内容 然后有董其昌的内容 还有无昌硕的内容 这个过去古代的我们也挑了几件 然后我这一次更希望能够体现出来的 是赵老师自己个人的创作 那这个个人的创作里面包含了一些实验性在里面 比如说他会用泼 泼彩或者是泼墨 还有用胶墨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事角里面 这个三张作品的选择 其实就是按照他三种不同的风格加上主题 组合起来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策划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体现出赵老师 一个是刚刚我们就特别讲到他自己个人创作的精神方面 那第二个呢 既然是艺术 书画艺术 所以我们要把书法跟绘画两类的内容 也希望能够呈现给各位观众 那么这个绘画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有题材 不同的题材 有山水花鸟人物动物 不同的题材 然后书法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凯书有历书有传书 还有行书 所以大概这些呢 我们可以比较全面的感受到 然后又有能够比较聚焦的一个方式 为台南的朋友们来带来这样子的一个书画上面的想念 这是我简单在策划的这个过程当中 为各位做的一个介绍 那这个时间轴里面其实也包含了 大概老师很早期的侍女的作品 一直到最近的最近几年的作品都有 所以这个时间也拉得很长 那我们希望能够观众们能够在这个里面的体会 是从他的不同的主题当中去看到 刚刚我们牧师 还有我们那个 副师长是这个 学者专家的这个内涵 他举出的这个文人这个内容 因为赵老师的话里面 基本上就是从文人化的基础上开始 所以我们副师长把这个提炼得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精准 那最后呢我借着这个机会 祝在新的一年里面 敬祝各位在座的嘉宾 身体健康万事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您